有某一個農工學校 進去只有最低分9分 9分他也是進去 我以為起我們仁愛鄉的農工 他沒有公佈過最低分 他根本沒有人 除非你哪個人都可以進去 你沒考也可以進去 所以內在很多小孩子都不去考學歷成員 反正他就可以進這種學校 可是我認為農業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一個國家什麼東西都可以輸入 如果有一天你的農業完全被人家所控制的話 那這個事情怎麼辦 那我們就完了 我現在講一下Monsanto公司 它的種子非常好 美國跟我們國家不一樣 美國人去買種子 都市去這家公司去買 買了種子以後 第二年他們也不再去向他買 他們就把這個收成拿來繼續種 可是Monsanto公司使得這些農人 它有一種方法 使得農人不能收成以後繼續種 比如說你收成了西瓜 西瓜吃掉以後 西瓜吃掉以後 那個種子再種下去 它長不出來 那這個件事情 大概後來他們現在放棄了這種種子 可是這個種子引起 美國大學生強烈抗議 認為Monsanto公司不該這麼樣厲害 就是說這個應該失可而止 那他們的理由很有趣 他們的理由是說 這個美國不可以壟斷世界的農業 那這件事情又使我覺得 我們的這個大學生糊裡糊塗的過日子 就是這個意思 那人家還要替我們擔心 我們一點都不擔心 那我要知道 我也希望大家知道 我們的operating system 就是被美國所壟斷 對不對 我們的CPU也被人家所壟斷 那個都還給我 可是呢 這一個農業是攸關我們重大幸福的 如果有一天被農端的話 那我們就很嚴重了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國家農業的科技 過去都是政府所控制的 可是全世界這個農業的科技 是少數人控制的 越來越多是私人的企業 所以這個是我所擔心的 那在過去日本 那假設印度的農業科技 也是政府所控制 也是給全人全印度所享受 那可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這個日本家現在關心農業 所以對我們來講很危險 還有一個就是基因 基因應該不能算是智慧財產權 因為我們如果知道基因 它的作用是什麼 僅僅是發現而已 我們其實是沒有發明 可是現在很多的人 因為研究基因 而得到智慧財產權 所以有一對這個兄妹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基因 所以他們不是故事 他現在申請這個智慧財產權 他說如果我沒有智慧財產權 我們很可能被一家公司 把這個智慧財產權拿去 他們也不見得要發明哪個道 來治這個病 而是說你要去研究的話 你可能要付他所謂板碎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奇怪的事 好 下一張 那我就要講 據理夫人 當年發現雷 她沒有發明雷 所以她沒有申請專利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醫藥的技術 現在幾乎我們可以這樣講 越來越是全部壟斷在私人的手裡面 那我個人呢 曾經在美國的一個很大的研究機構做事 那這家研究機構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當年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要全體一起 同時進入這個單位 因為我們有一個集體宣誓的一個儀式 這個儀式就是說 我們所做的研究 絕對不可以謀利 不可以利用我的研究 使我本人 或者使任何一個人得到利益 我們一定要使全人類要得到利益 我們可以幫助各位 後來 美國政府說 這個是違憲的 因為我們是個資本主義國 就不能管 他要換錢 讓他去做 好了 於是時候現在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不知道有多少人 跟這些廠商搞不在一起 最近醜聞百出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美國政府開始調查 我只有這樣講 人類的沉淪 每天都在上 我都不知道 他會怎麼辦 不知道多少人 所寫出來的報告 寫出來的文章 是袒護那些公司 各位想想看 這個多嚴重 如果說某某藥是不可以用的 我就不敢講 因為它是那家公司的 什麼什麼部門 等等 所以我認為 這個醫藥的技術 不能為全人類國費 就是賺錢的科學 中句 我認為這個是 我認為我們做老師的人 無論如何 要告訴我們的同學 將來你們不能這樣做 我們一定要反過來 教育他們 如果你想做科學家 你應該想做一個 全人類服務的科學家 那麼也許各位想想 我會覺得這個沒有多大關係 我可以告訴各位 一個人類如果過分的自私 最後你我都會的受害 大家看到嗎 不要以為少數人 做這種自私的事情 對我們大家沒有關係 最後我們全心的受害 好在 現在這個愛子病的主義 愛子病 使得這個壽命 在非洲國家會越來越嚴重 這個Batuana 大概只有26歲 好像 可是這個愛子病的藥 一直由歐美國廠商所控制 那麼 最近 有些窮的國家 開始向印度 南非 還有巴西購買一種藥 這個算是比較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這些藥比較便宜 歷史上過去偉大的科學家 都沒有這種智慧財產權的觀念 現在有了 我也告訴各位 各位做高中老師們 我們去看看我們的物理化學 政治以及生物 裡面有多少重大的研究 是在最近完成 幾乎沒有 就是我們最近的 在科學上的成就 是完全在技術上 這個重大的科學上的研究 是沒有多大 很偉大的這個見譜 高中的教科書裡面 有沒有記錄我們最新的這個很重要的定理 比方說酷冷定理 或者是安培定理 或者是馬拉第定理 這些重要方的基本的 還有劉頓那個叫什麼 萬有引力定理 這些最基本的定理 幾乎都是古人法理 最近沒有 我認為這就是因為大自然在懲罰我們 因為我們 做到我們 因為世界上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 各種研究 所以我們都不會 在大自然中 作為大自然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大自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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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是永續精靈就是死的國歌會的那些官員們 永遠有工作所屬 他也知道這個不可能 永續精靈 好 下一段 所以我認為人類的人文學者必須得活為輔導權 不能讓科學家盲目的標準被帶到毀滅的經驗 各位想想看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美國這次在伊拉克現在搞得不得了 不知道怎麼辦 我今天是不是早上看到 又有十一個人在一天之內被打死 最近被打死不得了 那這個什麼原因呢 我可以告訴各位 因為當年就有那批人跟美國總統講 說是這個 伊拉克打伊拉克一如館長 我們國家的科技要打伊拉克 這個當然是很容易 但這卻也是很容易 可是美國的白宮裡面 有沒有人文學者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有沒有人是懂歷史的 有沒有人懂所謂回教文化 我看是沒有嗎 就是 絲毫不知道 回教國家對於所謂西方國家的厭惡 尤其不知道伊拉克曾經被 在這裏以前 一直是被英國人所統治 今天大家在報紙上所看到的事情 我告訴各位 這個 這個 都發生在這裏